我們今天很開心邀請到行內的嘉賓 來跟我們分享 事不宜遲 我們將時間交給今天的主持Andy 大家好 我是來自於網上財經節目 財經工房的主持Andy 今天很開心 為歷史投資有道 為未來做好準備這個講座 擔任這個MC 這次講座有三個主辦單位舉辦 分別是HKPB Galaxy和The Wave 我知道現在在Facebook他們的Fan Page 都已經在現場亂播 跟大家先聲聲嗨 其實現場有一大堆朋友在看著我們 支持我們 希望線上的朋友都一起給我們一個like 就此題目 我們這次請了幾位嘉賓 分別是來自於銀聯BCT的Yvonne Galaxy的NPF的ConsultantMarco 大家都知道 去年香港NPF的平均回報 每個人都賺2萬7港元左右 但是Marco的分享的個案 去年的回報是高達50%以上的 究竟當中的秘訣在哪裏呢 請大家很肯定知道 稍後他就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一位分黨嘉賓 就是來自於Galaxy Financial Consultant Karen 他是第十二屆財察司金獎得主 亦曾經是香港保險業聯會 財察司選舉的平衛之一 在業界已經有十年經驗了 他亦說一些基金的回報個案 以及一些基金的聚信資訟給大家 當然不需要我Andy 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戶和散戶在投資方面 到底有甚麼分別呢 而導致日後的結果都很不同的 不如我們不如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有請第一位分量嘉賓 就此銀聯BCT Financial Limit First Vice President Yvonne 和大家分享一下 NPF的資訊 謝謝Yvonne 謝謝Andy 大家好 我是Yvonne 來自BCT銀聯集團 今天很高興可以在這個平台 和大家分享我們公司的資料 事不宜遲 我今天也帶了一些資料 和大家分享 有些資訊的PowerPoint 和大家分享 我們先去一下PowerPoint 好不好 我們股東銀行的分行網絡 遍布香港九龍新界 全香港300間的分行 全天候衛成員服務 其實為什麼我們可以 專稱為NPF的專家呢 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實我們是 佛思了一個叫一條龍的服務 我們NPF的計劃來講 兼顧了一個叫做 保證人 受託人和行政管理人的角色 除此之外 全香港有兩個行業 包括飲食業和建造業 全香港只有兩間強積金公司 是會做一個NPF服務的 而我們銀聯就是其中之一間 是有幫這個飲食業和建造業做NPF的 除此之外 我們專業到 只會選擇一些專業和優質的基金公司 去幫我們管理我們23個基金 那哪些基金的公司呢 包括大家都很熟悉的 JP Morgan Francon Templeton Invesco Fidelity Allianz等等 因為我們這麼專業 所以我們經常都拿了很多基金的大獎 包括Benchmark Lippa 包括職金評級 都拿了很多基金的大獎 而我們也都連續10年拿到 香港評級 香港客戶中心協會班的 神秘客戶勃測大獎給我們的 其實 很多時候現在很多客戶 都會上網搜尋有三個關鍵字 包括NPF 衍散費和長期服務金 為什麼要經常上網搜尋這三個字呢 因為其實我想大家都會知道 其實NPF 其實可以對沖長期服務金和衍生費的 其實如果NPF可以對沖強積金的關鍵 其實有什麼關鍵呢 例如 其實 一個NPF的僱主 如果他要供了 在NPF的僱口 供了15萬的話 累積了15萬 如果對沖了 扣了NPF之後 10萬元的話 其實剩餘了還有5萬元剩 就是說如果NPF的結餘是越多的 就是說他儲錢就越多了 但是如果NPF的表現是不太好的話 他儲的錢就沒有那麼多了 所以如果他選得對的話 NPF其實是幫到僱主和成員的 另外我們也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服務給僱主 提供了暫色的服務給僱主 例如我們也提供了一些網上的供款工具 以及供款圖記給僱主 包括一些PPS 自動轉帳的服務給僱主 而成員的服務也是非常全面 成員來說是會透過手機和網上 可以隨時去更改他們的戶口的資料 以及去更改基金的指示 基金來說就是可以隨時去更改零收費 其實很多客戶都會看回 我們都會講一個字的 其實就是叫做性價比 而我們BCD的基金 可以這樣說 就是真的性價比非常之高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我們在NPF來講的七大來講 我們BCD在七大來講 就是第二便宜 如果你看回我們BCD的金資算基金 的平均開支基金比率 其實我們在去年的平均開支基金比率 其實是收緊1.31% 在七大來講是第二便宜的 所以我們性價比是十分之高 也都借助是巴菲特 股神巴菲特一個金句來講 市場慢變 維收費不變 所以收費其實對於成員來說是十分之重要的 而我們BCD的客戶有99.6% 也錄得正回報的 過去因為太多客戶支持我們 亦都是因為有這麼多的正回報 所以很多客戶來自各行各業 都是我們的客戶之一 包括政府 MTR、百達通、TVB等等 而六福、養和醫院都是我們客戶群之一 最後也剛才也跟大家分享 長期服務金和險贊費 對於僱主或者是成員 其實是非常關注的話題 在剛剛一月份 我都在一個東網看到一段新聞 都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去年疫情 很多公司都有一個叫做裁員潮 我看到一段新聞 就是叫做香港航空 你看到有些勞方 就是僱員方面 其實就是見到他們 就是舉辦了一些新聞報道會 就是他們說回 當他們是要遣散的時候 用NPF去抵銷 對沖那個遣散費的時候 反而對沖完之後 他們的戶口 NPF的戶口 是一元都沒有 搞到他們就很不開心 所以其實如果選得對 一間強積金公司 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了 多謝Yvonne 的分享 這次我都所知 有很多老闆、僱主 都可以收看我們這次的講座 剛才Yvonne 都說了一個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說 原來NPF可以對沖這個長期服務金 就是說 NPF的表現就變得更加重要 還有很多人都想說 為什麽這次會請NPF 銀元、BCD來做這個強積金部分的分享 因為BCD在香港可以說是強積金的專家 因為它的業務 專門是做NPF的 剛才說了 可以對沖到長期服務金 匯報 相當來說就更加重要 在NPF方面 剛才都說了 香港上年平均 大概每位香港人的回報 NPF是大概2.7萬 但是 接下來有一個嘉賓 他所分享的個案 上年的回報是高達50% 搞到我自己都想知道 怎麽樣可以做到 當中有什麽秘訣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 好了 我們事不宜遲 今天講座的第二位嘉賓 就是Galaxy NPF Consultant Marco 跟大家分享一下 謝謝Marco 謝謝Andy 大家好 我是Marco 剛剛大家都已經認識了BCT 其實以我們強積金顧問的身分來說 其實首要去怎樣選擇一間強積金公司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去選擇一間 有優質基金選擇多的強積金公司 但你說其實全香港有這麽多間強積金公司 就是這麽多基金 什麽為之是優質呢? 其實這個時候大家可以給大家一些資訊 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大家可以見到 如果稱之為全香港top ten 能夠做到的表現是9.15%回報以上的話 就為之是一隻優質的基金 還有大家可以留意 其實是由基金成立到現在為止 平均每年都做到9.15% 其實你說數數手指 其實十年間就差不多已經將強積金回報做到一倍以上 但是你說其實 是不是真的有這麽高的回報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看 右邊這幅圖就會見到 其實大家一般都熟悉的一些公司 例如私資銀行或者其他公司的時候 都會有做到9.15%以上 但是其實BCT會是裏面 擁有最多優質基金的一間公司 所以其實我自己的一些客戶 都在選擇用BCT 但是如果你說其實想要再有更加高的回報的時候 其實應該要怎樣去做呢? 其實這個時候就真的要很靠一個專業的顧問 去幫你定時定後去做一些資訊的更新 然後從而懂得去做調配的時候 就能夠有更加好的一些回報 因為時間關係 我會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個案 兩三個個案 大家會見到第一個個案 其實只是用了短短6個月的時間 就已經升了40%的戶口 另外這個 這個用了9個月的時間 就已經升了50% 那你說可能大家這一刻就會很好奇 其實強積金戶口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高的回報? 其實這個時候我就真的可能要反問大家 其實大家有沒有處理過自己的強積金戶口呢? 又或者其實當中有沒有曾經做過調配 又或者究竟是多久才會去做調配一次呢? 因為其實好像我這個個案 這個其實它每個月放進去 我相信大家平均數 一千元每個月強積金戶口供款 這樣放進去 其實是可以根據自己的風險序限 來做一個選擇 我這個朋友的個案 就是放在一些比較進取道 不妨放在一些進取道 因為其實每個月放進去的時候 其實能夠運用到這個平均成本法 去降低到這個風險 從而可以有更加好的回報 其實久而久之這個選擇 放下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的時候 其實因為現在說 強積金由2000年開始成立 到現在為止 20年 其實大部分的人戶口裡面 都至少說有20萬的價值在裡面 其實到這個時候 就應該要好好處理回 這個大筆的數目 因為若然你的大筆數目 不去做調配的時候 其實每個月放進去的錢 就算放在哪裡 對整個戶口的價值影響 都不會很大的 因為我自己身邊 有些朋友 強積金戶口 不要煩 全部放進去布本裡 又或者有些反過來 很進取的 全部放進去進取的基金上面 若然不去做調配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如果你說沒有做調配的 這個大筆的戶口 市好的時候 就隨著大筆升上去 很棒的 但是如果一直都不做調配 大筆回落下調的時候 那戶口的價值又會變小 不斷上上下下 高高低低 就變成真是好看回 究竟退休的時候 市是好定懷 有一點是運氣的成份 靠著我 但是其實若然 你說我這個朋友的個案 是怎樣做的呢 其實當市上升到差不多 其實做得好的時候 戶口價值升了 因為它一直放進去 進取的地方 其實好像去到2019年 剛剛恆指上到33,000點的時候 其實去到這個時候 就應該把自己的戶口 裡面大筆那筆錢 就鎖起它 放在一些穩定的基金上面 即是好像放在桌邊 放在桶裡面那樣 即使到股市有所調整 市況有所調整的時候 其實波動都會小了很多 其實戶口價值可以不變 差不多都做到這個效果 從而當市況下降低了 就像去年COVID那樣 其實這個疫症 3月的時候 其實整個基金很多都是低位的時間 它就將那些錢放回進去 一些進取的基金上面 從而令到戶口價值 上升得更加大 就可以運用這些方式 都能夠做到 都能夠做到去做一個調配 最後都給大家多一個個個案 大家看到 其實用了半金45萬 其實這個都是半年間的事 就已經賺了25萬 其實強積金就真的好看 有沒有一個專業的顧問 去幫你適時去做一些調配 然後從而你再去做一個基金的選擇 去做調配的時候 這樣就能夠有一個很好的回報 所以其實強積金很簡單 其實大家都經常都說過這句話 理不理財 才不理你 所以其實大家都是時候 真的要去理一下自己的強積金 戶口 從而有更加好的回報 今天我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到這個為止 多謝Marco的分享 今天講座的第一個金句 就出現了 就是理不理財 才不理你 所以我們有時候都很想 有一些好的回報 或者資產可以增值得多些 但是都要自己去主動 去做一些事情 NPF是一個很長遠的計劃 大家都知道 所以回報重要性之餘 其實跟蹤服務都十分之重要 剛才Marco在這方面 都已經分量了很多 究竟怎樣去跟蹤會好些呢 或者是怎樣選一間出色的NPF公司 會令到回報又會更好些 這也是很重要的 上本場 NPF這一部分 剛才Ewan分享了 Marco也分享了 就已經完結了 如果大家有些什麼問題 想問的 可以在下面有一個QR Code 還有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Facebook Page 有一個Live的聯播 裡面有一個連結 大家可以進去問問題 然後我們在講座尾聲的時候 跟大家可以選一些問題去解答一下 下半場 因為時間緊迫 因為有很多豐富的內容 到我出場了 剛才講過大戶和散戶的分別 究竟在哪 經常都說 剛才講過NPF 僱主 對沖長遠服務金 僱員呢 又想賺個好好的回報 經常都說 回報 大家都知道 NPF是一個長遠的計劃 在路上不遂才是拿得回來的 究竟 那回報是否足以足夠退休呢 大家都知道 是不足夠的 可能是彌補三分一左右 或者三分二 剩下的那部分 應該是怎樣去處理好呢 那我們現在 可以透過不同的方法 基金大家都知道 可以涉足全球不同的地方 國家和行業的 就是在股票市場 你也可以買的 那究竟是怎樣選擇一些基金才好呢 又或者是有些什麼基金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那我稍後會和大家分享一些基金 一些回報和持股 但是最重要的是 大戶和散戶的投資 的心態的分別究竟在哪呢 那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了 這幅圖就是 一般投資者的心態 你見到下面就是一個年份 那旁邊就是一個價位 那你會見到 就是在上面 當它的趨勢向上走的時候 往往散戶就會怎樣做 告罪就怎樣 不斷地拜拜 拜拜拜拜 到股市調整的時候 那它會怎樣 就反而是會銷售 是會賣貨 很奇怪 就是當價錢便宜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是要趁得入市 或者是分別入市也好 反而在散戶來說 各個角度反而會去銷售貨 那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多次是因為 散戶他們買股票是買的號碼 對於這班公司和企業 往往都不是太過去了解 所以他們很受到市場的氣氛 情緒各樣東西去影響到 所以就很容易 所以當市調整的時候 就會恐慌性拋售 為什麼會有羊群生理就是這樣 但是大戶的做法就反過來 當市向上調整的時候 它就會分斷地出貨 為什麼呢 因為它要獲利 當市調整的時候 因為價錢開始便宜 它就分斷地入貨 它的做法跟我們完全是相反的 那有些人說為什麼會是這樣 當然有些人說大戶資金這麼多 當然這個是一個事實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些什麼 就是因為大戶它可以 有些數據和資料在手 這方面一定是比我們散戶更加全面的 所以當它做到一個投資決定的時候 總成度一定是比我們散戶更加多的 或者是更加精密一點 更加可以這麼說 我以下有一個例子可以講一講 究竟那些大戶怎樣去 持股究竟它為什麼會選這些股票 它會做到一些什麼的呢 跟我們散戶當時有些什麼情況發生的時候 處理心態有些什麼不同呢 我們可以先去這個例子 好了 先這樣 這個就是首域迎送中國增長基金 你看到它在1999年8月17日成立 成立至今 它已經是21年了 直至到去年為止 去到的回報是累積是2432% 平均每年回報是多少 115% 就是告訴大家 每年平均回報是高達一倍的 這個絕對是一個很亮麗的回報和成績 我相信在其他任何方面的資產 這個絕對是不失禮的 它的十大持股又是什麼 大家都想知道 它買了什麼的公司股票 你看到有騰送 美的 招商 蒙牛 阿里巴巴 然後大家 朋友們會覺得 這些十大主要持股 我都買到 大家都知道 港股都可以買到 當然剛才說過 大戶和散戶一定是有個分別 起碼是在心態上 還有它本身持有的資料 資訊一定跟我們有很大的不同 我以後就舉兩個例子 大家就會明白的了 好 這個就是蒙牛 大家都很熟悉 它是國內一個的奶類飲品 或者生產奶類的企業 大家都知道 曾經有一段時間 有三聚清安事件 影響了很多國內的 這些奶類製品的企業 那蒙牛當然是受影響的 當時呢 有很多的散戶體坦 為什麼呢 這件事會影響到 令到他們對於這間公司的行業 發展 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那時候可能有些 超乎於他們預期不到的東西 他們自然又會怎樣 剛才說過 五方性沽貨 然後令到蒙牛這個價位 當時是有一個顯著的調整 但是 大戶在這個時候又會怎麼做呢 你記住 現在是 這隻是蒙牛大戶 在2006年12月那段時間去買入 你會看到 去到去年2020年的時候 13年的累積升幅 是高達474% 平均每年是36% 那究竟大戶做了什麼 它這麼堅持 在這個時候還會繼續 爭持呢 在當時說的是 三聚清安事件發生的時候 大戶去做什麼呢 就是去管理層 就是蒙牛的管理層 就去了解一下 當時發生的情況是怎樣 那個管理層 如何去應對這個問題 然後管理層 去有沒有一些人事變動 而令到這間公司入後的發展 有影響 再加上去對於這間公司 往後 究竟有什麼方法 令整件事可以改善得更加好 那生立了了解之後呢 反而對這間公司 有了更加大的信心 但是你要記住 當時是 很多人都看淡這些股票 因為剛才那件事的影響 反而這個時候 價位 就調整 便宜了 而大戶 反而在這個時候 不斷的增持 一直持有 到現在 已經是13年了 所以為什麼它有 474%匯報 一定是有原因的 可能大家都說 474% 有些人都覺得不夠厲害 我想跟大家說 以後來這個例子 更加令到大家 會覺得 有沒有寫錯 沒有那麼誇張 完全是不誇張 這個就是騰訊 大家都知道 是香港的股王之一 現在你問一些散戶 問大家 騰訊是什麼公司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我想問 2006年 騰訊的時候 可能大家 有些部分朋友會知道 但是是不是全部人 都這麼了解 這麼新的了解騰訊 可能2006年的時候 是沒有這麼多人的 現在當然多多人知道了 這個大戶 在2006年的時候 已經入了騰訊 當時 圈住了 你看看 是5.54 12月29日的時候 5.54 我想問在座的 在live的朋友 你會不會是5.54 入騰訊 我相信不會很多 我就算給你 在5.54 入到也好 會不會堅持14年呢 相信可能大家 升了幾個百分比 一兩倍 就已經放了貨 但是為什麼大戶 是可以堅持到14年 去持有這隻股票呢 剛才講過了 因為它對於這間公司 很有信心 了解給我們多 散戶 我買一隻股票 是當數目買的 但是大戶 去買這間公司 是怎樣 當一個partner 就是當一個股東 所以它很多東西都是很審慎 去投資 這個和省會已經很大的分別 剛才講過 它的回報 騰訊 由2006年 當時是5.54 去到現在 去到現在 這個價位去到2月24日 今年的2月24日 已經累積了 14316% 這個是一個很誇張的回報來的 平均每年是1,022% 相信 如果是很早期放了貨的朋友 就是我 他真的會扔心 Oh my God 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這個就是因為 大戶的了解 比我們的散戶更加深入 所以 它就有一個很顯著的回報 那些人都說 那基金可不可以排行大市 尤其是近年 我都知道 很多人都買很多ETF 因為ETF是跟著指數走的 那究竟基金可不可以排行大市 那這個 用回這個基金的例子 去做一個對比 左手邊 大家看到 2018年恆新指數 1月26日 它就以33,400收市 那當時創下了歷史的高位 但是至今相信 大家都知道 仍然未突破這個高位 但是這個基金 在當時 2017年12月28日的時候 它的收市價是177.6 那去到2月18日 今年的2月18日 已經是279.5 那就是說 它不單止這個位 已經是高於當時 也都是創了這個基金的新高 那大家這裡可以看一看 大家可以想一想 究竟 是不是基金是完全是 因為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疑惑 可以看到這個例子 基金可不可以排行大市 而且 你究竟想做大戶號 還是散戶號 你絕對是可以選擇的 OK 你不理財 財不理你 OK 好了我這一段就講完了 我剛才講過 全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市場 OK 還有很多不同的行業 基金可以涉及到 不同世界上的國家 地區、股票、學業等等 中國、香港是其中之一貨 其他國家的基金又會是怎樣呢 持股又會是 什麼公司呢 好像Tesla大家都很熟 Tesla在大家心目中 可能是一間斷動車 都是會改變了大家的汽車的習慣 但是 是不是真的這麼簡單呢 當然不是 所以 這個講座的最後一位分量嘉賓 來自於Galaxy Financial Consultant的Karen 我會和大家講一下一些基金回報個案之餘 亦都講一下一些基金的最新資訊 尤其是Tesla 是不是真的只是做電動車的呢 是 有請問Karen 好 謝謝Andy 大家好我是Karen 剛才聽聽Andy的分享 其實都可以理解到 為什麼大戶的獲利 會是比散戶這麼理想呢 就是原來你真的可以入到無牛乳業的公司裏面 去看它的那盤數 和大家平時看年報已經美化了的數據 是不一樣的了 可以看一下有危機發生的時候 管理層是怎樣去處理 去應變的能力又是怎樣去決定 我繼續是否持有這一間公司的股票 所以為什麼呢 大戶獲利永遠都是真的 那個機率是大一點的 Andy剛才都有提到 其實買基金 就等於買一男子的股票 除了我們中國的股票 香港美股 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透過基金呢 其實最重要的是 可以買到全球不同國家的公司 這個我覺得 都是一個智慎的關鍵來的 那我今天呢 都可以分享一下 其中一個客戶的 報告給大家去看一下 看一下螢光幕先 大家螢光幕可以看到 這個報告呢 其實這個客戶 它的本金去年就是107萬 現在最新就是207萬 大家很容易計到 那就是一年的獲利 就是100萬 計算一年升幅是93%的 那大家看到呢 其實不只是投資在中國 香港的 我會幫它是投資一些 你看到去到遠道的 巴西啦 俄羅斯啦 近一點的 我們是可以 投資泰國都可以的 那投資泰國 這個呢 又很值得去講一下 大家 去超級市場 有沒有見過這隻螢光幕 看到的牌子 CP 這個雞蛋 大家是有沒有買過呢 或者在凍肉櫃那裡 有沒有見過這些急凍雞塊 其實如果你去行超級市場的時候 隔壁那位家庭主婦 買著這盒雞蛋 或者買著這一包的雞塊 其實就是正在幫我這個客人 賺錢了 為什麼呢 因為泰國基金 就是入了這間CP的公司 這間公司 其實除了做一些急凍食品 雞蛋之外 它在泰國全部 全國的7分 有Fentures去經營 但是全部的7分的擁有權 都是屬於CP這間公司的 那就是說 大家去旅行的時候 泰國天氣很熱的 你去7分裡面買瓶可樂 其實我的客人是賺錢的 又或者是現在你沒得飛 但是泰國人每天去7分買東西 都是幫我這個客人賺錢的 所以為什麼 我們就說經常投資外國公司的股 你是等於做了這一間CP 這一間公司的股東 就是你是他老闆 每天他賺的錢 那個盈利就是跟你有關 那除了是泰國 我們剛才也有說到 是投資不同國家都可以的 另一個例子 大家應該每天逛街都會看到的 就是UNICO GU這些公司 其實原來也是跟我這個客人會有關的 這間公司的兩間公司 比較大家熟悉一些 就是沒有公司 就是這一間 Fast Retailing 的公司 這間公司已經剛剛超越了 Sera 成為全球最大的服裝企業 因為現在很多人 work from home 都不用再買一些 suit 很帥仔的衣服 可能 所以Sera 那個盈利真的差了很多 還有他focus在歐洲那邊 那這一間的Fast Retailing 最主要就是在日本 其次就是中國 在大家work from home的時候 要買很多休閒服 其實都不用上班去見 或者穿得這麼帥仔的時候 休閒服反而是成為 這個歷史最大的盈利收入 這間公司在去年8月至到現在 市值升了80% 所以有時候做投資員 如果只是集中在中國 香港 可能真的會忽略了 其實全球 還是很有賺錢機會的企業 公司 大家真的會missing 講到公司 我們投資基金 除了是投資一些 不同國家的公司 其實還可以是投資一些 某一個行業的 大家螢光幕就會見到 這裡就是環球 大家都很多都認識的 科技公司 電商公司 大家可能會買Apple 買一下美團 騰訊 剛剛Andy都有講過 還有些什麼是 可能散戶會忽略 但是大戶 大戶反而是做了很多 research 會幫我們去做投資 去有很理想的回報 譬如好像萬國數據這間 其實不說不知 香港很多的大企業 伺服器都是在用它 另外右上角 台積電 做晶片的公司 大家可能 投資的時候未必想到去台灣 但是透過一隻的科技基金 就可以將全球的科技公司 晶片製作公司 伺服器公司 都完全可以投資 已經是可以包羅萬有 對自己的盈利都相當有幫助 因為你想想如果散戶 其實它要想每一隻公司 去買幾多貨 或者它應該是珍持 或者什麼時候哪個價位 入哪個出 其實我想都幾廢神一下 透過基金有個好處就是這樣 一個基金 我已經是可以將整個的行業 都包括了 剛才Andy有提到 Tesla這間公司 當然基金經理 就一早已經是入了貨 大家可能現在的心都十五十 就是三個多 如果你又入 當然你現在就應該是財務自由 但是現在升到去 現在都要七百多 是不是還是時候去入呢 如果作為散戶 就應該都幾十五十六下 大戶很聰明 一早就已經入了Tesla 對大家來講 Tesla都應該是一間電動車公司 應該大家的概念 都停留在這個level 大家原來值得留意 Tesla在2017年的時候 它其實將自己的商標 撕掉了一個字 就是motors這個字 它的名字 只剩下 是叫自己做Tesla 因為它的定位 原來已經由這個電動車 改變成為 是一間做潔淨能源的公司 它有這個舉動 就是因為2016年的時候 收購了全美太陽臨板的龍頭公司 大家可以見到 叫Solar City這個公司 我們不要說Tesla 它現在去到太空SpaceX那裡 怎樣把火箭都可以回收回到宇宙 大氣層是沒有污染 所以我們先下地 Tesla它收購了Solar City之後 其實大家以後可以知道 它其實還有兩項的旗艦產品 車已經是它放下了 也不是它主要的收入來源 太陽本身就是一件免費的東西 但是一樣免費的東西 都可以賺錢的 Tesla現在有兩項旗艦產品 一樣叫做Powerwall 大家可以見到 在外國其實很多的小屋 都會是裝了一個Powerwall 它入口就是會收集起 大家右上邊見到 在天台或者屋頂那裡 有很多太陽能板 收集了太陽能 作為一個儲存 落了Powerwall那裡 他們的客戶可以用這個Powerwall 用來充電 跟Tesla就可以充電 那輛車 晚上沒有太陽能之後 這個Powerwall 就是全部那些小屋 它自己裡面的家電 照明就是用這個太陽能來供電 所以全部都已經是向這個 潔淨能源方面去賣盡的了 所以大家以後 想起Tesla的時候 不妨去留意一下 香港可能太陽能 還沒有這麼成熟 但是外國 美國 加拿大 所有的屋 其實都是很適合 裝了這些太陽能板 每天總之 一天光 那我這個客人 就賺錢了 只要有太陽 我的客人又會入 為什麼它的盈利 一年有90%多 就是這麼厲害了 可以有個 summary 可以大家去知道 基金的特別之處 它可以是投資全球性 我的客戶是去投資到 巴西 俄羅斯 近一點的 日本 泰國 其次就是分散了風險 因為裡面其實 這個 portfolio 不只是買一些國家性的 你可以買行業 而每一隻的基金裡面 它再會細分為 60至100隻股票 就是幫個客人 那個風險 都會分到散了 就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你買股票 你買中那隻就是了 如果買不中的時候 那你就要等它升回 那個風險就會大了 那其次呢 就是一個 portfolio 裡面 我們就 會把它分為不同的辦法 有些會喜歡 投資起黃金的基金 一些商品 消費品 就很多客戶都會喜歡的 因為現在其實 基本上大家的網上消費 都非常之熱刺 現在買東西 其實基本上沒有停過 只不過是由平時 逛街轉去做網上的消費 大家其實如果有留意消費品基金 基本上日常生活 你隔壁的人 都是幫你賺錢的 因為消費品基金裡面 有什麼 Like Starbuck 不知道你會不會用 Sony 不知道你會不會用 可能大家的家裡的電視 Soundbar 都會用 Sony 隔壁鄰社 也是幫你賺錢的 所以其實基金都是一個 很日常化的投資 不過就是如果你沒有投資 這一堆事情 或者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不關你的事 跟著還有能源 都是我們的客戶 很值得去留意的 因為大家都會有留意到 拜登就說 要重返巴黎氣候協定 整個組織那裡 其實Tesla很聰明 就是為什麼他要做結證能源 他看到就是 我們將來 其實整個地球 都要減碳排放 去做環保 潔淨能源 所以馬斯加都很前瞻 已經在做一些 人家未想的事情 其實他已經是 一早已經轉型了 所以能源基金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去想起 或者都會喜歡這個板塊 就是現在全球都在講 減碳 一定要是環保的了 另外 有一個例子 其實我平時都會遇到 有很多客人就說 如果我進取的時候 投資基金當然好 回報也都 如果你有適當的調配 其實那個回報都很理想 但是如果我是一些 保守一點的客戶 就會怎樣處理呢 我通常都會覺得 這些客戶可以選擇一下 保險公司 一些資產增值的計劃 譬如有個簡單的例子 我放100萬 其實隨著時間 這個一定是必然會增長去增值的 去到他自己65歲退休的時候 就可以一次過拿出來 這些增值計劃 就可以適合一些比較保守的客戶去選擇 很多人就說 哇 100萬變到625萬 其實回報都會很理想一下 這個就是 大家可能平時覺得 我每天 投資少少少少 你可能真的不覺得 但其實 積小成多這件事情 是真的 因為 這些就是 一早的偉人已經講過 就是 包括愛因斯坦那時候講過 就是世界第八大奇蹟 其實就是福利 又或者現在巴菲特 也有講 他有一本書也有講 這個雪球 要滾雪球 就是什麼呢 需要濕滑的雪球 還有一條長的跑道 其實就是在講什麼呢 就是 兩個都是在講一個時間性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個時間性 是會將你的回報 是倍增多少 我們看一下 白色的那個數字 1.01 如果我把它加少少 加到1.02 就是那個差別是0.01 但是我只要有足夠的時間 給它 大家看到那個回報 可以由37.8 去到1377.4 就是那個回報 就是福利的效果 大家去做投資也好 或者資產增值的時候 其實就一定要有些耐性 給一些時間去 其實那個回報一定是可以幫到大家 去規劃將來 退休的時候 都會覺得舒服很多的 個個都想退休的了 但是退休究竟是要存多少錢呢 我現在每天都會去投資增值一下 那究竟又夠不夠退休的呢 那大家可以有 拿一部計數機出來又計一下 假設大家通常都是65歲退休的 那如果我真的現在有 拿著1000萬的流動現金 不是自己那層樓的市值 有1000萬的流動現金 那我65歲退休 最基本就計算到85歲 那就是說 總共呢 我就會有20年的退休生活 那所以我們看到呢 你很簡單的 這個方法就是 1000萬除20年 那再除兩夫婦一起用啦 子女都大了 有自己的生活 那兩夫婦用啦 那再除12個月啦 這20年的退休生活 我每個月呢 就可以有2萬多元去用了 那2萬多元呢 就每個人多月少 就自己有個衡量了 那但是呢 要提一提大家 就是不要去忽略一件事 剛才說的福利這件事 通脹呢 都有福利的 那我們也是很簡單的計算一下 那如果我真的拿著2萬元 但是我們計算通脹 是說你去到老年的時候 通脹每年是3%的時候 2萬元呢 就差不多是貶值到 今時今日的購買力 大概是8300元 那所以大家可以feel一下 如果當你退休的時候 拿著今天的8000多元 去用的 今天的8000多購買力 大家覺得是夠不夠呢 那這一個例子呢 又是可以給大家去想一下 如果你做資產值的時候 究竟那個 那個投資壓壓 或者我那個增值方案 大概要是多少呢 這個都大家要是值得去想一下 如果說真的不知道怎麼計算 那我們都有一些計算方法可以幫到大家 就是大家有興趣的時候 都可以問一下你身邊專業的人士 可以幫你計算到這些數 究竟現在的投資應該是由多少開始起步 你就可以將退休的時候 運用強積金 運用自己的退休方案 可以真是為未來準備得更加好 今天我的分享差不多到這裡了 我交個時間給主持Andy先 好 麻煩你Karen的精彩分享 那我也要為Karen的分享 來一個總結先 剛才她都說了 生活上面 如果我們沒有足足投資的話 可能你是只需要消費 可能買衣服 買袋 就是你享受了消費 那家公司賺了多少錢 其實和你沒有關係 因為你沒有投資到家公司那裡 但是當你投資到家公司那裡的時候 你除了消費之餘 你也可以同時 可以享受到這家公司的盈利 這個就是 那個分別 另外剛才所說的Tesla 大家都知道是一個電動車 是吧 就是用電池推動 原來很早的時候 馬市客已經鋪排 用太陽能這件事 改變一些生活 改變一些行車的方式 所以可能翌日 Tesla 那些電動車 可能就已經不需要用電池 就是駕駛太陽能就可以推動 這個也是她的方向 但是大戶一早就已經 有一個很好的眼光 剛才她都說的 資料數據 已經給了我們三戶快 已經入了 剛剛Karen說的 Solar City OK 她就已經入了這家公司 而她享受這家公司 日後的一些利用 所以大戶的時候 一減算的股票 都一定有它的相關性在裡面 最後Karen也說了 衝取和保守 投資者也好 你是一個想資產增值的朋友也好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在你的市場上 減算適合你們自己 令到你們資產增值的項目 一些方法 剛才Karen也舉了很多不同的例子 到這裏 想講一講 今天的講座 所講的東西 是不涉及推銷售 不涉及任何的投資建議 只不過我們是分享一些個案 分享一些基金的實質上 一些實在持股的內容 給大家 這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講 始終投資講座 一定要講這個貶責聲明 剛才講座 都去到尾聲 今天很多分享都很精彩 我知道現場 或者是Live的朋友 都好像有些問題 想問 在座的兩位嘉賓 Karen和Marco 不如看一看 想問什麼 好 第一條問題 想投資基金 怎麼買呢 你們哪位再回答 我可以回答一下 其實現在市面上買基金 你可以去基金公司買 例如剛才 譬如我要買首域的基金 我去首域這間基金公司買 我可以走去摩根這個基金公司 買它的基金都可以的 但是這樣的方法 就會是 你只可以買單一個基金公司裡面的基金 如果可以做到 好像我的客人一樣 整個資料 是涉及不同的板塊 不同的基金公司 大家可以去到保險公司 或者銀行 其實都會有他們的平台 就是投資不同的基金公司 去給大家買基金的 OK 這樣回答得很詳細 即是在市場上面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途徑 都可以買到基金的 第二條問題 我一定要問Marco 強積金 有很多不同的公司 究竟怎樣去整合強積金 其實方不方便呢 其實整合強積金 其實手續方面很簡單 其實可以上回 積金局的網址 www.mpfa.org.hk 其實如果大家在鏡頭面前 其實都可以上回網 其實那邊是可以讓你下載 一張方法來檢查自己所擁有的個人帳戶 又或者其實再簡單一點 你可以下載它的app 都可以檢查到的 其實當你檢查到自己所有個人帳戶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找到一個專業的顧問 去幫你做一個整合 即是到時你想調去哪一間的強積金公司 其實都是可以的 那這方面我再說一次 因為其實如果說強積金戶口 其實只有兩種類別 一種就是你現在正在供應的 強積金戶口 很多時候這個 大家都在用公司選擇那間的工公司 這個我們為資工服戶口 如果說其實不是在供應的 其實就是一般大家所說的個人帳戶 其實個案戶口方面 就是剛剛所說的 你查得完完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一次過做個案 之後就為自己去調配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 真的很簡單 可以用這兩種方法 謝謝Marco 現在還有三條問題 我將第三條和第四條問題 加起來我覺得 那兩條問題都應該差不多 我剛才都說了 NPF大家要跟蹤的服務 這個大家今天都很強調 除了基金的表現 還有回報 大肆方向之外 那個跟蹤服務都十分之重要的 那這條問題就是 誰知道那個A組 是不是會幫我投資 又或者是 我怎麼樣 如果行動它可以幫到我 才能用這些基金 嗯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也知道 大家可能工作上面 很繁忙 或者是有些老闆啊 僱主啊 他們可能有他們的生意 可能他們真的沒有這麼多時間去處理 可能沒有那麼交給 一些一個專業的A組 或者專業的團隊去負責 那怎樣行動這一方面呢 那我可以回答一下 就是呢 其實要一個Agent呢 會不會幫你去買基金呢 我想大家可以不妨去 首先呢 問一下這個Agent呢 拿他的Portfolio給你看看 因為我們呢 一定是有考牌啦 一定是持牌啦 跟著就 自己 是不是有真實在市場上投資呢 我覺得這個都是重點來的 你 就是這位的聽觀眾 可以試一下 問一下這個Agent 拿他的投資Portfolio 看看他買什麼 和他的回報是怎樣 還有可以考一下他 定時的問一下他一些的 時事的資訊 或者市場上發生了一些事件之後 他會怎樣看呢 他有沒有一些第一手的資料 可以和你去share 到呢 那我覺得這些的考核題呢 都可以測試到Agent 究竟是否懂得幫你去跟基金 和買基金呢 嗯 那真的有時候要考一下國客 對吧 考一下 究竟是 如果那個客人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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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是比較沒有那麼好的 那我們就可以去一些 優秀的團隊也好 或者一些專業人士都可以幫 去這方面的 在基金方面的 怎樣去挑選 或者調配 各樣的 因為事實關係 要去到最後一條問題 就是怎樣看基金公司 有什麼股票賣呢 嗯 這個呢 就很簡單 因為現在所有的資訊 都很透明的了 首先呢 就可以去回 當然各大自己的基金公司 一定已經是將他每月 投資的公司呢 是已經上載到自己的公司網站的了 每一隻的基金呢 其實他裡面買的什麼公司呢 是真的每個月都在變動著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 真是說很想知道 入了什麼股票呢 上網是可以看到的 其次我覺得呢 就是看一隻基金 你看開他買什麼股票的時候呢 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他這隻基金 究竟是有沒有獲獎 那這些獲獎的基金 包括可能是李柏班出來 或者是Morning Star 給他的評級 這些中立機構頒發的 那這個呢 都是一個重要的指標來的 優質的基金呢 應該是在市場調整的時候 它的抗跌力呢 是被人強的 當市是升得勁的時候 它也都被人是升得多的 那這些呢 就叫優質基金了 大家呢 可以是看資訊 即是想看的時候 看完這一件事 嗯 那就是說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資訊 各樣東西呢 我們都可以在市場上面 可以找得到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 找一個專業人士 優秀的團隊 去幫你們做好一個很好的 資產整合 和一個資產增值的一個項目的 OK 那講座已經去到尾聲了 那再次多謝 Karen Marco 和銀聯的二汪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 MPF 基金 大戶和散戶 還有一些 持股那方面的表現 還有一些方案 尤其是退休方案 今天都是一個其中一個環節 那希望可以在這方面 可以幫到大家 去 退休那方面 可以做了一個充足的準備 好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還有很多問題 想問 想知道 大家不要緊的 記住 下面的一條Bar 有個KR Code 大家可以繼續 寫你的問題 又或者 在我們的 這三個主辦單位 HKPB Galaxy The Wave 他們的FacebookFacebook FacebookFacebook 現在的Line的Post 都有條link 你們可以進去 問問 如果有什麼想知道的 可以 我們就去 稍後 有專門去解答一下 你們的問題 好了 現在來到這裡 我們 不如和大家 說聲 再見 希望 下次有機會 再在The Wave 這個場地 剛剛這個場地 非常好 很棒 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他的題目 其他的題目 不如我們和 Line的朋友 說聲 恭喜 博財 身體健康 再見 拜拜